近日,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自主研发的20层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在四川成都投入使用。 该工厂是目前世界栽培层数最高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。 12月7日,在占地200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内,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垂直立体栽培系统正在自动运行中。 一盘盘定植好的生菜苗被传送至不同层的栽培架上,并将在这里开启20天左右的生长期。 这种立体的垂直植物工厂主要可以生产叶叶菜和果菜。 那就以叶菜为例,它的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。 像大田里面,叶菜的生产周期是70天,在这儿只需要35天就可以吃货。 就是说它生产期可以缩短一半。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植物工厂里面可以周年连续地生产, 就是基本上可以生产一年是10产,在200平方米的这个空间里面一年10产, 然后可以抵得上在大田里面60亩地的一个生产效率。 垂直植物工厂作为一种高效农业系统并非新鲜事物, 已经在多个国家得到应用。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杨祺祥表示, 该植物工厂的特殊性更多在于无人化、智能化以及栽培层数的突破。 我们这一次研究的这个垂直无人植物工厂, 我们的栽培层可以达到20层, 同时采用16个机器人进行操作, 也就是说完全实现了从播种、定制、移栽、移送到切根、包装、 还有这种等个一系列的一些操作的无人化的一个操作。 目前来说的像日本大概最高的也就是18层, 欧美的大概也就是15层到12层左右。 层数越高,它的难度是越大, 就是温度、石度、二氧化碳, 还有等等一些环境要素的均匀性的难度也很大。 垂直农业技术是目前设施农业的高级发展阶段, 是世界农业前沿科技探索的重要领域。 科研团队在该植物工厂的研发中, 还攻克了光效低、能耗高的世界性难题。 如何减少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的光源和能源的, 尤其是空调能耗的一个降低, 我们也注意到了。 一方面我们通过光温偶合的技术, 也就是说如何引进室外的一些能源, 进行空气的调节, 减少空调的能耗, 这个我们可以实现大概的25%到60%。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通过光配方技术的研究, 我们现在能实现大概一公斤的叶菜, 能耗大概有在7千瓦时左右, 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。 当日,前来参观考察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众多, 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的成功运行, 除了吸引到国内目光, 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。 垂直无人植物工厂研发成功以后, 现在有很多的国家都在跟我们进行接洽, 探讨如何在这些国家推广垂直无人植物工厂的一些技术。 最典型的有两类国家, 一个是资源比较紧缺的一些国家, 比如像新加坡,像芝利, 就是它人均的耕地面积很小,很少。 第二个就是它的气候环境比较恶劣, 难以周年进行食物生产的一些国家, 比如说像中东,像卡塔尔。 由于植物工厂的环境完全可控, 可以周年地进行生产, 所以说它需要植物工厂的技术, 解决它的食物的供给的难题。